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在上一次课我给您介绍了兽陶和兽带鸟的画法 徐湛 中国画鸟画研修院常务副院长 中国美协会员 北京市西城区美协主席 曾师从于李苦禅 郭卫渠和欧阳忠实等大师 专攻写移花鸟画 有些同志就问了 说这个兽陶是要画几个合适啊 其实啊 兽陶根据画面需要 如果您的画面比较大 您多画几个 但是呢 一定要注意 就是兽陶比平时您吃的陶要大 咱们不是说了吗 那是王母娘娘在瑶池种的桃 三千年才结实 个儿不大还行啊 根据需要 有钱 有后 有主 有府 您不一定说是一次把它画完 主要的画完以后画叶子 然后叶子后面还可以有桃 但是这个桃呢 要虚一点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啊 祝老同志身体健康 学习老年朋友的这种顽强的精神 有些老年同志啊 他退休以后 积极的安排好退休以后的生活 有的在发挥娱乐 在继续工作 有的呢 是安排好锻炼身体 积极做好家务事的基础之上 然后呢 又为社会服务 这些精神非常可贵 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还有的呢 就是老年同志 这个西洋情特别好 这个值得我们羡慕 值得我们学习 像种种这样 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进行表达 今天呢 我就准备向大家再介绍一种花卉 这种花卉呢 是在秋天 越到深秋 它越红火 正如同我们老年朋友一样 老年的时候更见精神 这种花卉的名字叫燕来红 一提起燕来红这个名字啊 有的人以为是 就是小燕的燕 其实呢 它是这个大燕啊 大燕 燕来红 为什么叫燕来红呢 这个燕来红啊 它是一种草本的植物 春天发芽 夏天长芽 然后呢 在秋天的时候呢 要开花 这时候的叶子呢 是越变越红 越到深秋越红 所以这个燕来红啊 虽然看起来 好像是一种啊 野地里面生的一种花 不是很名贵的花 但是呢 它有这种精神 所以经常被画家引用到创作当中来 当然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呢 这个一般来说不是单用 为什么不单用呢 燕来红 红调子 它有浓的 有淡的 但是整体来说是一种色彩的调子 中国画呢 讲究以墨为主 以色为辅 如果说这个颜色比较艳 我们必须想办法来调节一下 我今天呢 有几张画 大家看一下 这张画呢 我用的是竹子 这个竹子呢 它是双钩的竹子 双钩的竹子里面不去染色 后面透出燕来红 这样的话呢 就是燕来红 和这个双钩的竹子之间 有一个对比关系 您看这幅横的画 燕来红很多 后面还有星星点点的菊花 有一块大石头 为了增加它的墨色 在石头的下面 燕来红的植物下面呢 还有墨竹 这个墨竹啊 就好像是重骨 重阴一样 在这呢 让它压得住 然后您再看那个红花 或者是红的叶子 它才显得更鲜艳 艳而不幽 不浮 不浮躁 这样的话呢 画面就厚重 就稳重 这张画 画了两只小鸟 后面也有竹子 你看我这个三张画啊 竹子的在用法上有不同的方法 这张画呢 是用花青颜色画的 为什么它用花青了呢 因为下面有两个鸟 这两个鸟啊 是墨的 墨已经够了 在下面压住了 所以后面的竹叶就不要再用浓墨了 用花青 虚虚的淡淡的来在气势方面做一个辅助就可以了 这几幅画啊 画的都是艳来红 为了表现呢 秋天的这种浓艳 这样呢 我们用了不同的构图 用了不同的表现手法去画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艳来红啊 是一种草本的植物 是一年生的 草本植物 它的叶子啊 是咱们主要欣赏的对象 这艳来红啊 这一颗 假如说我是这么来表现 这一颗 我们把它分成三段去认识它 它上面呢 有好多叶饼 往下以后啊 它就叶饼就比较长 到这以后呢 稀稀拉拉 这呢 叶饼就比较多一些 上面的叶子是比较小 比较小 一层一层的啊 后面还有第二层 有叶饼 我再把它 这样单化一下啊 这是它的叶子啊 中间是叶金 两边是叶子的轮廓 叶子是长的 有叶饼 在这个部分呢 它这个叶子 就稍微大一些了 注意交叉 有变化啊 不要把它都平摆着 到下面呢 就稀疏一些 稀疏一些 这样呢 它就是 负有一种叶化了 有交叉 上面是最茂密 颜色最鲜艳 我们管它叫头部 因为花啊 有时候这个大花朵 我们管它叫花头 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这是我们主要描写的对象 下面是陪衬 这些啊 层次啊等等这些都是陪衬 都是陪衬啊 最下面是虚的部分 一会儿我讲颜色 在我们画的时候 虚的部分怎么处理 主要的部分怎么去处理 它这个花 我们看它很红艳 花在哪呢 花就在它的镜上 在这个部分啊 镜上 就像我点出来的这个样子啊 我现在直接往下戳 戳笔的时候 它就是 这叫开花笔 笔都开花了 就在这个地方 有它的种子 绒毛状 里面是小黑子 这个花啊 特别不显眼 颜色上也不显眼 也是跟叶子差不多 是一种红颜色 这个样子啊 我画了多少年了 我都没仔细去看 它到底这花是什么样 我就感觉是小龙毛 小球球似的 里面是小黑子 所以这个不是描写的对象 叶子是最美的 我们把叶子画好了 就可以了 这是一颗 我们在安排构图的时候呢 一颗有了以后 我们还可以给它啊 就是有交叉 有变化 这是两颗 您把两颗就理解成为一个 这个圆弧状的箭头 弧状的箭头 这意思就是 这是一颗 然后呢 有交叉 一颗 如果再有 我们还可以再花 这一颗一颗呢 就是都是弧状了 不要太直 就跟这笔杆似的 这么直 没有感情了 硬邦邦的 这样弧形 这个弧度大小 根据画面的需要 去安排 然后呢 我再说一下这个叶金 要想画好眼来红啊 这个叶金也是很重要的 它是长金 上次讲桃叶的时候 我讲过长金 是这样的 这么勾 有点像公笔画的金 但是大家要画协议画的时候 要注意 可不能像刚才这样勾 应该怎么勾呢 应该是有出有入 这个我没办法了 已经把这轮廓都已经 我这是反勾 甭管是反勾还是正勾 都应该是 就是往前去 往前去 然后呢 这第一个金是这样了 第二个金呢 搭着它 搭着它 这个叶金 粗的地方应该错开 不要对着 对着就不好了 这是长的叶金 这种勾法 像画桃的叶子 画这个叶子 还有后面我们还要讲很多的花卉 都是长叶子 都可以这样去勾的 下面呢 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啊 怎么样拿颜色去画一张燕来红这个画 好 下面呢 我们实际上画一张 让大家看一看呢 整个画叶来红的 前前后后的这个方法 要注意啊 就是求变化 绝对不能说 我就用一个方法 从头画到这个根上 求变化 我先说一说颜色 今天所用的颜色啊 这算一组 是藤黄 花青 这个要最后配成绿颜色 另外这些呢 是猪砂 鼠红 胭脂 还有褶石 这几个颜色 今天我们所用的毛笔 应该是中等提斗啊 我可以先调点绿 先调一点 然后笔尖 调一点猪砂 这就不是纯绿了 绿中有点发红 但是它还不是属红 我现在呢 打一个草稿 打一个草稿 它是弧线 我们从哪出来 看看啊 我准备画到这儿 是弧线 如果说我画完了这一支以后 我还想再画一支 先调猪砂 猪砂调到笔根 我做画还是比较肺颜色的啊 该浓重 那就得要大胆的挤出来 要调进去 因为宣纸有一种特性 大家可能在做画过程当中 都吃过亏 就是湿的时候看着差不多 合适 等干了以后呢 它就浅了 它水分没有了 就变浅了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啊 大家记住 深一度啊 我刚才调完了猪砂 我在笔肚这个地方啊 我现在笔提起来了 这是二分之一处 调到属红 好 我再调腌制 是在笔尖上调 腌制 光有这腌制啊 还不够 我现在还必须要再加点墨 让它更显得浓一些 用笔的方法是这样的 侧峰 你看啊 侧峰 不许直着啊 直着画出是窄的线 侧峰 要漏峰 下笔 然后改成 用尖 这叶子呀 有宽有窄 为什么有宽有窄呢 这宽的好像是正面 窄的呢 好像侧过去了 或者是呢 它没有完全打开 这样在用笔的时候呢 让它有变化 就好了 现在呢 这个头 这一部分 画的都比较鲜艳 下面我加一点水 加点水以后啊 干一点 我要打稿 我要打稿啊 这一部分要求的是茂密 然后我再打稿 这个打稿实际上画的是它的叶饼 这样打完稿以后 咱们再接着画 咱们再接着画 再接着画的时候 笔里面适当的加入一些绿 然后我再用笔尖 再调点红 这样画出来以后啊 比刚才的那个颜色就浅了一度 好 我再加点水 还调刚才的绿 水分不要太大 可以在盘子边上稍微刮一刮 让它干一点啊 实在不成用笔垫细细 然后我再来点褶石 咱们再接着往下画啊 把它的镜再稍微的再提一提 好 这个呢就我们画出了一组 看这三个呢有点平 有点平以后啊 想办法给它破一破 我们在做画过程当中 要发现问题啊 发现问题 去解决问题 好 下面啊 我们再调稍微深一点的颜色 刚才讲了 这后面啊 还有一组花啊 这是它的头部啊 在颜色上形成一种对比 主要关键是它的头部那点形成对比 下面呢需要勾筋了 要趁着湿啊 别等它干了 干了以后这筋呢就浮在表面了 头部勾筋 用墨钩 用墨钩 主叶筋出来 中锋啊 用笔要活 好像写字一样 您看啊 有出有入 什么叫粗啊 我这钩出去了 这个叶子留了白边 有变化 有的时候那个颜色出去了 我这个等于是筋 入进去了 侧面叶子 可能就看见 这个半拉的叶子的筋 我刚才讲了 一切都在变化之中 我们现在勾筋 也要有变化 这个叶子呢 也要有变化 越往下越草沟 草沟就是 非常概括的啊 头那点是画的比较具体 很概括的一沟就完了 如果说很认真的沟 容易把人的注意力啊 都集中在 其他的次要的地方去了 这就不对了 重点刻画是它 那咱们就认真一些 其他地方叙叙的 下面呢 就是这个叶子呀 因为是太红 咱们还有一步 很重要的一步 我换了另外一支笔 我现在调草绿色 这个绿呀 黄颜色成分稍微多一点 少加花青 也可以把刚才盘里面 有点淡淡的这个暖色 用进去 水分要大 水分要大 我把叶子走一下 照一下啊 在这个暖色当中 有微微的有点草绿色 这样呢 显得很舒服 不然的话呢 太过于红艳了 就不好了 这一步不要等干 有人说这个 那筋呢 有点阴 阴才好 一定要注意啊 如果这个颜色太厚了 效果反而不好 您看这个虚虚的 虚虚的 反而显得叶子还多 刚才画完以后啊 显得特别单 到不好了 好 我们还有一步 再换一支笔 大白云 刚才说了 还有花呢啊 还有花 这个花的点法 得看需要 这个头的部分 颜色比较浓重 那好了 我们用朱砂来点 用朱砂 浓浓的啊 浓浓的朱砂 在它的中间这个部分 中心啊 戳点 戳点就是垂直点 不要侧方点 作为这张画来说呢 颜色浓重 已经是够了 我们在补其他景的时候 千万不要再拿颜色 去画了 应该讲究什么呢 讲究究片 有颜色浓重的偏向了 那我们用墨 那我们用墨来给它 校正过来 我们学过小鸡了 如果在这张画上 画上小鸡 很好啊 我现在拿另外一支笔 我们把它 颈给捕出来 用小笔 我们复习一下啊 有同学啊 经过练习 已经掌握得很好了 小笔 弄了浓墨以后 搁在盘子边上 在这备用 大白云 或者是大蓝竹 去 先少调 调成中等摩色 调好以后 加上这点浓的 您别忘了 我曾经提醒过啊 我们在画的时候 这个手 必须要有一个笔垫 它在这 它和小鸡之间 要有呼应 那好 我们 水很大 但是要控制 什么时候控制 根据需要去画它 让它稍微阴一阴 然后咱们再控制 画小鸡啊 最好是好一点的纸 它能够吸水 能够阴出去 它边上有一个 毛茸茸的边 这样才好 两支小鸡画的时候啊 别一边高 我第一支高一点 第二支低一点 我再画 也不要墨色一样 你看我点了点水 不是洗笔 是点点水 然后再调胶 然后尖上啊 还是来点深的啊 我可以在这儿 形成品子形 让它阴一下 阴完了以后 控制一下啊 好 三支了 这样我们先把这个完成以后 再看需要啊 有的时候啊 不一定说一下把所有的小鸡 都画出来 这是淡末 这就不用去沾了啊 下面呢 拿小笔 这小笔呢 不是最小的那个啊 这个是雀跃东支 这纸啊 三前一后 先画中间的 小腿 公指 左右 然后后头 小翅膀 这等于咱们又复习了啊 这眼睛啊 不一定等到肥的干了以后啊 隐隐约约 有眼睛就行了 拿胶末 添上几根篱笆 这样呢 也是等于在画面上 有 还是纠片 它需要焦末 所以呢 拿焦末来画 注意画篱笆啊 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说 您家里面如果有个小花园 您的篱笆一定弄得很规矩 那个横平 竖直 那个杆都是等距离 这个不能入画 这只能在您家庭当中 我们入画的是求变化 跟刚才所说的那个道理 是样子 求变化 所以呢 就应该是散散落落 我们这张画上啊 现在再揪一揪片 这个片就是在冷暖方面 用最浓的 竹沙 把它捕上 鸡关子 小鸡身上啊 全是拿墨去画 就有一点这个 它和这个花 形成一种胡云关系 非常好 这张画啊 我现在感觉到 我还要增加一点气氛 增加一点气氛 我再用点 刚才是 藤黄 咱们再加点白颜色吧 加点白 把两个颜色调在一起 加点水 颜色总的来讲啊 还是比较厚 比较浓的 下面呢 我拿这个笔杆 这叫磕洒 往下磕 这样磕出来的是小点 小点还不够 有点小点啊 咱们现在往上弄一弄 这是什么 可以说是双斑 我再来点这个啊 就不要这样磕了 让它往下留一留啊 抖动 这样出来的点 是稍微大一点的点 现在呢 需要在这 高处铁盘 这个秋天 这个是很美的 我们画艳莱红 画老莱少 这是表现一种精神 我们把它画好以后呢 送给您的老年朋友 就是我们把美好的秋天呢 表现在画面上 这是非常好的 您记住 我们这堂课啊 除了讲艳莱红的 颜色变化以外 而且重点说了 在纠偏这方面 就是画面有什么需要 这点来说啊 大家应该是 在学画过程当中 去有意识的去推敲 去研究 如果说您不去补这些 墨的东西 而是画一些颜色的 这样这幅画 那个没法看了 最后呢 就是太花手了 我们追求雅 也不怕颜色鲜艳 只要给它压住了 再鲜艳的颜色 它也是美的 而不是俗的 好 今天我们的课 就讲到这儿 同学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